转灯路口 货车跟公车直直冲 公车完全没有减速 直接撞上货车右侧 巨大撞击力 公车挡风剥离 整片变成蜘蛛网状 车头损毁严重 货车上豆腐渣撒满一地 警告货报后赶到现场 担心影响附近来车 拖掉车到场处理 清洁人员也忙着善后 事发台中 清晨五点半 三十岁灵性男驾驶 开着公车准备要出班 行进雾峰区福星桥石 焊开着小货车 载着好几桶豆腐渣的 张信南驾驶发生碰撞 救护人员赶紧将公车司机 和货车上的两人送一治疗 两方面的酒色均为零 没有酒驾的情势 闪红灯的部分 应该要停车再开 闪红的部分要减速通过 货车上的两人就医后没有带 所幸当时公车上没有其他乘客 公车司机头部受伤 经过检查后没有生命危险 目前仍在医院观察中 白天回到事发现场 交通已经恢复顺畅 但还是可以看到 清洁后留下的痕迹 两车行进闪灯路口 都没有减速 所幸事发当下 没有波及其他车辆 实在万幸 这里面比杨静卫文台中采访报道 POD 2 BEN逗用 12月12号起 跟着中天走 掰了52台 立刻订阅YouTube中天电视频道 订阅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 完转免急 同步下载中天快点TVAPP 一键看中天更方便 订阅中天守护台湾 刷一排 Jai